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去看病人摆位是否在一个正确的位置 但是在新一代的直子机 光是2D的影像导航是不足够的 我们需要有3D的影像导航 在这部机器可以看到有网格状的设备 就是所谓的3D的电脑断层影像导航 在治疗的流程当中 先用2D的影像导航确认位置 确认位置大致无误之后呢 这个网格状的3D的电脑断层影像导航 它就会开始作动 它会开始往下去做一个伸展 然后会绕着病人做旋转取得影像 取得病人3D电脑断层的影像 这样我们就可以更精准地去定出肿瘤 在病人体内的位置 所以藉由2D的导航 还有3D更精密的影像的确认 我们可以执行精准度最高的直子治疗 在现今的直子治疗 除了精准度至关重要 第二个关键点就是 让直子治疗可以治疗身体各个部位的肿瘤 在早年的直子肌往往有一些治疗部位上的限制 但是在新一代的直子肌 我们可以藉由一些方法去克服治疗部位的限制 让直子射数可以打到身体各个部位的肿瘤 而且提供最完整最顺着肿瘤的一个包覆性 要如何可以让直子射数 可以精准打击到身体各个部位的肿瘤 我们需要有两样东西 一个是可以旋转的肌头 一个是可以自由调整的床板 以这台机器为例 直子射数的肌头 可以随着这个弧形的轨道 C型的轨道做旋转 那这个床板可以受机械手背的调控 这个机械手背 它可以让床板做六维空间的一个位移的调控 它可以前后左右上下 甚至还可以做一些小幅度的旋转 也因为如此 我们可以旋转的机头 配上六度空间的机械手背治疗床 就可以让直子射数 可以击打到身体各个部位的肿瘤 在开机械手背后 用开机械手背部的声量 换开机械手背部的适量 用开机械手背部的人 用开机械手背部的风筒